我覺得目前懷孕啊 最大的難題就是孕婦的吃這件事 我一定要說 我原本是一個超討厭吃水果的人 而且我曾經說過 水果這種東西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吃啊 我真是不懂它的美味在哪裡 但我那天吃那飛機餐的時候就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兔腦 是兔兔 好 三 二 一 三年 好切 我要跟大家說 我永遠會記不起來 我到底已經結婚多久了 或者是交往多久了 所以我剛剛其實有點害怕 我們快要結婚四年了 就是今年五月就滿四年 欸是三年半 好 幫你補一下 我連我兒子現在其實我都搞得清楚 我總是狗兒子啊 貓女兒啊 不搞清楚 呃 我們其實有講好一人一次 因為畢竟婚姻來說 女生就是被求婚的那一方 希望彼此都可以享受這種被求婚的感覺 但誰先你先的嗎 是我先的 因為我喜歡那種很衝動的感覺 所以就是缺調婚戒的時候 當下看到喜歡的就直接買下來 那時候我心裡在想的事情是 反正都要買一個婚戒 Why not 那就是這樣子啊 反正差不多也大概是這個價錢 那就這樣做吧 不需要比較 我後來是這樣會想是覺得 還挺酷的 然後當下就在那間店裡面求婚 可是你雖然喜歡這種衝動的感覺 但你被求婚的時候 你希望的是要精心安排 有衝動不要 你說你要有你不知道什麼的 然後你要有安排的 要很有儀式感的 所以我那時候為了搞這些儀式感 密謀幾個朋友 然後找了一間店 給你要的那種驚喜感覺 結果你的表情竟然是這樣 我後來發現我沒有辦法承受這種驚喜 那你其實不太了解你自己 對我可能就是在飯店裡啊什麼 就跟我講一下 好說 對 辛苦了 好 我只有三天 這樣三天我就是知道你很對 為什麼 我不知道欸 遇到對的人就是知道他對 我曾經有過的感情 其實有好幾段都有三年以上 但是其實都沒有結婚的 慾望 但遇到你三天之後 我就覺得就是你的最終了 我就是因為你跟我說 我覺得要跟你結婚 我就決定要跟你結婚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啊 好煩喔 你知道這個題目完之後 這題目完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要結婚 我覺得女生的第六感是很強的 大家可以相信我們的第六感 你們會感受到命運的牽引等等的 就把你們綁在一起 你就是會有跟這個人想要結婚的感覺 我們那時候在車上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開 我記得停車場 車子已經發動要準備離開 但是就是那個狀態下 突然又是一陣的安靜 但是有一種很奇怪的氛圍 然後浪漫的氛圍 我啦我自己啦 我自己散發浪漫的氛圍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 嫁給你 對然後你又給我這樣 哈哈 好啊 對我就說好啊 我就決定要 接受他的那個請求了 我就是因為你對我說了 那一句話 所以我就決定就是要嫁給你 因為我覺得 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說出這樣子的話代表 其實你很沒底 我不知道怎麼講 可是如果你沒有想要跟我結婚的話 你會答應我嗎 我會太急 喔 你就會把它戳掉 對 不會拒絕我讓我傷心 但也不會答應勉強自己 對 OK 所以你答應我這麼爽快 代表說其實你也想要跟我結婚 嗯 只是你不好意思開口 覺得三天太快了是不是 好難的問題 哈哈哈哈 我們很常在跟對方聊天 沒有花到時間跟對方聊天 我們就會說 我覺得好久沒有跟你聊天 可是其實 其實很誇張 我們想要的聊天是有一些標準的 就是你必須要很深入到某一種程度 交換一些想法 才會覺得我們有聊天 就是你不能敷衍他 那種簡答題是不允許的 所以比如說什麼 喔你今天想吃什麼 那不是聊天 比如說 對時事的想法 對不對 如果今天有個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比如說身邊有人感情發生什麼事情啊 如果是你套用到他的狀態 你會這麼想 你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嗎 就是此類的 就是有點像說聊八卦之語 我們必須要知道對方真實的想法 就是要套用然後要怎麼樣 價值觀的交流 一直交流一直交流 或者是說我今天看到一個什麼新聞 那你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對 那我們聊天的時間就是 就是三餐 然後洗澡 睡前 非常多的時間 都在做這件事情 對 妳的興趣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的興趣跟你其實差很多 對 我們很常覺得我們兩個是很不一樣 但是卻可以 極度顧獨的 對 我喜歡一個人思考事情 所以就是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不想被打擾 如果說我沒有自己思考事情 我會覺得 我完全沒有生產力 我必須一定要這樣 然後它是一個 不斷的就是思考 所以它也要自己的時間 我也要自己的時間 可是我們就是在自己的時間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 交換 跟自己相處完的結論 達到平衡的方法 其實就是 給對方時間 就是你要給對方空間 維持它原本的樣子 你被它吸引的那個樣子 你要讓它有時間重置它 再把重置好的自己 帶到彼此面前 就會跟彼此分享說 欸我剛剛在幹嘛 然後 知道一些什麼事情啊 這樣子 然後因為一直有在溝通 我們可以比較能夠包容對方 或者是理解對方為什麼這樣做 我覺得有了理解 就會 可以好好相處 它喜歡的藝術品 跟我喜歡的藝術品不一樣 當它看上這個 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東西 它會跟我說它為什麼喜歡 然後這種喜歡 不是那種很膚淺的 就是你是打從內心真的很喜歡 比如說畫就這麼一幅 對 就這麼一幅 它覺得這個畫 我在它面前 我感受到很大很大的能量 它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我看到它眼睛裡面的光 我就會覺得好願意買給你 像我喜歡燈 我男的看上一盞燈 它就一定會買給我 我原本對婚姻的想像 應該就是一男一女的這種婚姻 我沒有想過我會跟女生結婚 所以我想像一男一女的婚姻 就是大概生了一個孩子之後 然後不知為何的 就步入決定差不多要離婚 所以我想像就是會有離婚那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多麼呢 我想像中一男一女的婚姻是這樣 但是跟你就是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就是 你好像是完全在 我的預想之外的一個 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沒有這種感覺 可以 我覺得是愛跟交流 就是你一定要願意花時間在對方身上 去感受對方 你要去體驗對方 如果說一直沒有跟對方交流 我覺得久了兩個人的關係是會 越來越遠的 其實最平凡的日齡是最重要的 它之所以很平凡是因為很日常 可是很日常其實就是充斥在 每天的很多時間 如果你每天的這些很多時間 你都不在乎 你只在乎一些看起來 堪稱為比較重要的時刻的話 那其實這些時間加起來很少 很日常的時間 你都能掌握 都能夠去很真實的話 其實你們累積的時間是更多的 嗯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 你應該也覺得 對 因為我剛剛講 哈哈 Double啊 哈哈 我覺得 愛情就是愛情 你可以有親情 但是不妨礙那個愛情 我覺得我們可以同時有親情的感覺 但是愛情不會轉換成親情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就是即便到現在 我們每天都還是會跟對方說 很愛你啊什麼的 好噁心喔 然後會擁抱啊 會這樣 怎麼會覺得 就是這樣 我覺得在一起久 但是你還是可以感覺到 當初在一起的那種愛 每天睡覺前 我都會跟他說我捨不得睡 因為他說睡覺之後 我們就會 各自在這個夢境 各自在其他的細節 我就會說捨不得睡 對 我們維繫感情的方法 其實就是每天會睡醒的時候 跟幫助我愛你早安 然後睡覺前會說我愛你晚安 然後有時候就是有事沒事 都會這樣就是摸一摸對方啊 牽著對方啊 就是要跟對方有肢體接觸 不吝嗇地表達我們對方的愛意 至於要怎麼維繫感情的部分 或是增溫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會幫對方準備覺得 合適對方的禮物 那當然如果這個禮物 有其他的涵液在的話 當然是更好的 像我們手上這一款 還有就是佩戴的 想要推薦給大家 我們戴的緊戀戒指 它象徵結婚之後還能夠兩人同心 也代表月老替伴侶之間的姻緣繫在一起 然後搭配18K的玫瑰金 以外觀來說就已經很浪漫了 再搭配同心結的寓意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感情就是兩個人要一起面對生活 去分擔生活的一些事情啊 有些人會覺得 被這些小睡事時間久了的感情會磨蛋 偶爾製造一些驚喜 送一些富含寓意義的禮物啊 是幫彼此感情加温的一個 很好的辦法 還有手上這條很特別的紅繩手臉 18K玫瑰金融入月老紅線的設計元素 中間緊扣同心結 充滿線條感 而且戀尾造型還有新型的圖案 我覺得很適合日常配戴 那我的是四葉草的造型 那四葉草象徵 就如同遇到對方是 一輩子的幸運這樣 上面還有永恆鑽石 整體設計採用 18K玫瑰金 還有紅線做結合 這樣一人一條就有一種 經典的浪漫感 你看 有沒有 浪漫吧 我幫你講說蠻多的 後來覺得好像也沒有很多 其實蠻多的啊 變成一個孕婦之後啊 她大概在懷孕的一開始到 懷孕三個月之間都很廢 所以什麼事情都在我身上 可是我以為我以前做很多 可是我仔細想說 我以前也沒做什麼 啊難怪你送給一遍啊 更有耍賴的那個 我覺得唯一的變是 差別在因為你很容易不舒服 你想躺著 可是以前雖然這件事情 還是我在做 你一定會在旁邊陪著我 跟我聊天 對 所以我叫她不要做 因為我覺得這樣 會讓事情做更久 所以我就會想要快點把它做完 她就會在旁邊陪我聊天 但是懷孕之後 就直接沒辦法 對 她一定在床上休息 然後我覺得孕婦真的 蠻需要被照顧的 一直都在不舒服 然後你做得非常的好 謝謝 我覺得目前懷孕啊 未滿三個月的這一段期間 就是初期的期間 最大的難題就是孕婦的吃這件事情 她很容易不舒服 然後能吃的東西不多 因為只要吃到她不想吃的 或是不太能吃 她就是不消化 就會昏倒 所以我就會以她想吃的為主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回台灣那時候飛機餐 她突然很喜歡吃水果 她把她自己那份水果吃完 我一定要說 我原本是一個超討厭吃水果的人 而且我曾經說過 水果這種東西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吃 我真是不懂她的美味在哪裡 那我那天吃那飛機餐的時候 我就 啊水果超好吃的 感受到水果的美味 然後我就把它吃掉 我就知道她想吃水果 我就說那不然我的水果也給妳吃 只要妳還能吃還想吃 就都給妳吃 孕婦也會突然就不吃這個東西 她吃一半她就不吃了 然後我也說沒關係 那她不舒服她就休息 我去幫她處理剩下把餐具收好啊 洗完啊 然後食物冰淇淡啊 我可以再把它吃掉 而且就是每天早上啊 她一定都問我說 妳要吃什麼 因為孕婦就是每天早上 才會知道她要吃什麼 對 就是以她為主 她就一定會就是 以我選的為主 這樣子 因為光真的超難的耶 我覺得 永遠就是回到一些很基本的道理 就是 真的要非常的互相 當一個人不好的時候 另一個人還會出來救妳 可是 她也會有 就是這麼1%的不好的時候 妳至少要有1%的時候可以救她 身為照顧者 她也會突然間覺得 喔快不行了 妳也要趁妳還沒那麼不舒服的時候 就是即時的去照顧她 這就是要達成一個故鄉 我覺得她已經很努力 把她99%的貢獻出來 可是那剩下1% 被照顧者還是要撿起來做 但我覺得有一點很棒的是 我覺得 我們是會很真心的感謝 對方為自己的付出 而且會說出來就是 喔我知道妳最近很辛苦啊 真的很感謝妳 我覺得 適時的對對方表達 愛與感謝是很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婚姻相處之道 簡單來說就是 偶爾製造一些小驚喜啊 浪漫 然後給對方禮物 就是讓感情維持在高溫的一種方法啦 我覺得 解決之道沒有絕對 希望透過我們的經驗分享 可以給大家一些些的收穫 那找到你們自己的婚姻相處之道 對嗎 怎樣 你很漂亮 很多人說的婚姻比漂亮 謝謝 有很多人嗎 就你啦 哈哈哈 OK 好害羞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婚姻的一些分享 希望大家有收穫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照訂閱加分享 想要想要說掰掰 真的我想像就是會有離婚那件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太懂我了 嗯 就我沒有想 我 你現在要先回到問題 問題是說你想像的婚姻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這樣說 原本想像的婚姻是那個樣子 你這樣切會切到沒有完 沒有我只是很急而已 只是想要撒傘 對啊 你好理性喔 你不懂喔 我真的轉不過來耶 我想要請問你們兩位懷孕之後啊 在家庭關係的轉變 跟婚姻有沒有衝突 沒有理解這題的問題 不怎麼會衝突啊 沒有理解 這題是誰問 他那題是什麼 哈哈哈 呻恃 在家庭 在家庭